今天来录一集职场穿搭 我的主题呢就是兼顾 得体跟舒适 上一天搬下来 舒适真的太重要了 之前的话呢 我自己在职场里面 其实淡砖为主 隔三差五戴一型眼镜 所以这一身呢 我配的是一个银灰色的一个框架 这个框架会显得眼睛大大的 所以这个是我的素颜神器哦 第一套呢 我搭的是比较舒适一点的风格 在空调房里面栽久了 我自己还是比较喜欢 穿这种薄薄的长袖的 一个是显瘦 最关键还是因为那个空调太强 薄的长袖是OL的必备哦 这件的光泽感很好 所以即使它是一个比较休闲的款式 但它穿起来是相对比较得体一些的 再加上它白边的一个点缀 前面这个地方是真两件 然后后面的话是单层 这样的设计呢 就是在我们前面这个地方 比较不容易透 没有能保证它的一个凉手 我觉得这个在职场当中非常重要啊 考虑到这个场合 所以这件的袖子跟版型 都没有做得很长很大 哪怕在春秋天啊 要去叠穿一些风衣的时候 也是会很合适的 就不会快快松松 有点大拉拉的感觉 然后裤子是一个很薄的西裤 当然要选长了咯 在空调房里面 预含是第一样 全身都是比较克制的颜色 所以我也选了一个包包 是比较克制一点的这种配色 这种小手提就是太适合上班了 就是罗伊威的 我买了好几个颜色 就我觉得它很实用吧 那展示的话 还是拎在手上最好看 这套最主要就是总体很素雅 照顾了自己一天 能够舒适的感受 这个地方如果摘进去的话呢 还有一个很漂亮的设计的腰头 其实上班的东西 按我自己的理解 都是想要做的比较简约一些 就不要太夸张 近距离看的时候 蛮有质感的 但是远看的时候呢 其实并不会注意到你 所以我觉得这是 比较实用的一组穿搭 可以感受一下 它穿起来到底有多舒服 再来一件粉色衬衫 这个粉色真的巨好看 它的颜色就是 你看奶不奶 就是那种奶酷酷奶酷酷的那种粉色 妈呀 就是我连手都是白的 就 好好看 好好看 就这么讲 它版型还是稍微帅一点的 但颜色又很奶 你看我这死亡光线 这里啥灯没有 看起来我人还是漂亮的 就直接配我身上这种 宽宽的这种细裤就行 很薄很薄 很好穿 它的宽度还是偏扩型一点的 所以我会把它这样拔开来穿 就是不要穿太正式 我就塞进去也可以 用来它薄薄的 所以不太影响它的堆量 而且我喜欢穿在上款下款 就很帅气 要是没有的话 就把它放开来 我真的很喜欢这条裤子 因为它搭起来太有味道了 真的很漂亮 这个粉色 然后这一套的就是一个开衫 放了一个地方拍 因为我刚刚那个地方拍到 就是脸是曝光的 非常显白 三醋酸的一个撒线 很透气 这个肌力感巨美 光泽感也是肉眼可见 但是镜头面前 可能不一定呈现得出来 这种领形的开衫 我觉得单穿也好看 然后打开来 里面你要是穿个内搭 也还蛮方便的 所以主打一个通身显白 只要接触到的地方 看上去白咚咚的 就很适合平时 要是没有化妆的时候 包包跟鞋子 我选择是这种有趣的小单品 因为本身单品已经就是 比较僅约了 没有太多的亮眼 所以就把这个吸睛的部分 我就会留到我的一些配饰上面 这个配白裤子会比较常规一点 但我想说来一个重色 毕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颜色 所以我就打了一个深暗色的一个裤子 轴身的一个裤裙 会比较特别细细 就这个肉眼看真的很好看 但是上镜好像没拍出来 裤子真的很薄挖 很舒服 然后配上这个 很显白的这个上衣 我连我的手指都是好像磨皮过的那种感觉 然后最后一套的就是不费脑筋的套装 做好的一整套 虽然是黄金比例分 则把二期开这样子的一个调节比例 但是前面还是能遮一点点腰背固定的 那没有肚子的紧身 可以像我这样的噎一下 就稍微有一个这种腰结 这样看起来就是更有层次感 如果有一点肚子把它放下来 它能遮掉一点点 但是也会影响它的比例感 我记得可能我从大学毕业开始 我就喜欢穿这样的套装 随着年龄增长了 就已经马上奔四了嘛 然后最前的话就是板型做的稍微宽了一点 就是套头的时候就很方便了 没有像以前进巴巴的那种感觉 前面两道形线 让这个有点直角尖的一个感觉 能实现正面看不到手臂 就可以遮一点点的拜拜了 这个颜色是那种有点偏灰调的那种性色 再加上它这个光泽 我觉得这颜色巨美 然后它有一个很好的功能就是抗皱 一天坐下来是不需要熨烫它的 洗衣机洗完然后直接熨烫完就可以穿了 就很省心啊 如果真的要上班的姐妹 我觉得抗皱性还是非常刚需 还有全身的黑色会更显瘦一些 然后裙子穿的就是长版 还有一个短一点的版本 给小个子的姐妹准备的 这种其实我觉得是属于轻通情 哪怕是约个会什么的应该可以穿 其实它的裙子单独去配这个衬衫也蛮好看的 也不一定要把它当成一个套装 我觉得作为一个摆搭单品也是不错的 然后这个粉色真的很显摆 就职场穿搭很蛮讲究穿着绿跟互搭绿的 那今天这个思路就很适合大家互相叠穿来玩 好了 打完了 终结一下 这个衬衫可以关注一下 具好看 食物具好看 好看 好看